哈喽大家好,我是Sara 今天想来和大家分享几件我在Urban Outfit上面买的秋装 以及它们的搭配 首先是一件短款的毛衣开衫 像这种急腰的开衫是非常显身材比例的 因为它袖子很长,大身很短 就会最大程度的拉长四肢 并且这样的款式也可以算是所有开衫中最减零的 这件开衫的面料非常的柔软亲肤 也是比较厚实的 质地也是那种毛茸茸的,特别的可爱 整件版型是比较宽松的 下面会形成自然的褶皱 那这样就会显得腰很细 因为它是有一种绑筋收缩的视觉效果 扣子也是比较复古的戴帽色 那这件衣服它可以打开穿 也可以当做一件上衣来穿 颜色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它是西瓜红,非常有少女感的颜色 在搭配上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搭配高药裤 尤其是这种直筒的长裤 就非常有街头和帅气的感觉 但是因为它下摆是比较宽松的 所以我们在里面还是需要穿打底的 以防走光 那这件开衫打开穿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搭配连衣裙 同样是非常显瘦的 第二件同样是一件毛衣 这件质地就更加厚实了 是属于很适合冬天穿的一个厚度 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这件毛衣的袖子是可以拆卸的 拆掉袖子之后呢 就是一件有点小落尖的毛背心 长度呢算是非常正常的一个长度 腰部有明显的收腰设计 肩膀会稍微宽一些 总体呈现一个倒三角的结构 那这样的设计就区别了很多普通的毛衣 它很好的修饰了身材 而且还会很显脸小 卸掉袖子之后呢 因为它是这种落尖的 所以也不会显手臂粗 我觉得这件毛衣的颜色也挺特别的 是这种深浅蓝色的零格纹 那格纹的排布呢也非常有层次感 很清爽干净 而且这件毛衣还挺多用途的 毛背心单穿或者叠穿都会很出彩 那毛衣搭配简单的白色牛仔裤 既大方又简单 是日常好看又时春的搭配 西装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单品之一 那这件西装也是我近期买到非常满意的一件 它是阿迪达斯和阿姆斯特丹的设计师品牌 Daniel Cassery的合作款 那这件西装也是这个合作系列中最受关注的一件 因为它兼具了正式感和运动风格 这件的版型呢不太挑人 是有一些oversize的直筒西装 它虽然不是很修身 但是却多了很多随性和自然的感觉 那这样版型的西装 无论是上班还是日常休闲穿着 都非常的合适 面料呢就不像很多普通西装那样 比较挺阔 或是含有羊毛的西装布 它这个面料呢更像是运动服的面料 是稍微带有一些光泽感的 那一侧的口袋上面 还有一个白色的logo非常的明显 这个logo也给这件西装增加了十足的动感 搭配呢就不用多说了 这样的西装怎么穿都好看 那今天呢我就搭配了一条小碎花的连衣裙 穿上一双球鞋 那这双球鞋的颜色 它既可以呼应连衣裙的颜色 风格也和西装非常一致 接下来呢是一条西装裤 最新我的应该就是颜色了 有别于春夏的明黄色 像这种鹅黄色就非常适合秋冬来春 不会觉得沉闷 但是又比较知性 而且这个颜色呢 搭配中性色系的衣服是很和谐的 裤型属于锥子型 裤脚有稍稍往里收的设计 搭配高跟鞋就看起来很干练 那搭配靴子呢也不会显得臃肿 因为今年呢是比较流行较长的裤子 那这样的裤型日常穿着起来 不会夸张 但又多了一些时尚感 因为拍摄的时候还挺热的 所以我就搭配了一件沙制的娃娃衫 现在天气可能稍微冷了 可以在外面去叠穿圆领的毛衣 把娃娃衫的领子露出来 这样也是非常少女可爱的搭配 最后是一条黑色的娃娃裙 娃娃裙在春夏的时候就掀起了一波热潮 再加上膝下靴的回归 像这种长度的短裙或者连衣裙 会越来越多 我很喜欢这件连衣裙的设计细节 首先就是大扩型的袖子 很有设计感 肩线的部分是一个比较深的落肩 那这样比较低的肩线设计呢 会让上半身看起来非常的瘦 再加上威领 一下就消除了娃娃裙过于可爱的感觉 变得更加的大气 裙子两侧也是有口袋的 非常的方便 它的面料呢也是比较偏厚一些的 比较挺阔的这种棉布 颜色虽然是一个黑色 但是我觉得这个黑色 它不是非常的黑 尤其是在光下是有一点点泛白的黑色 因为这件属于秋款 它除了单独穿之外呢 也可以搭配高领打底衫蝶穿 还可以穿在风衣或者大衣里面 我觉得这条娃娃裙 还是非常大气而不幼稚的一件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呢 要记得帮我点赞 并且按下面的订阅键订阅我的频道 想了解我更多的春达以及生活 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和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